透過無人空派機 二旦島上軍事設施 一攬無遺 島上官民甚至嚇到逃離 面對中共來的無人機 無守軍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部長承認 羅斯的確沒酸井 對於金防部的說明 不甚滿意 覺得守軍組織也步步規定 如何改善 國防部全程緊盯 部長直接下令 畢竟一年半前 中共無人機就曾造訪原地 當時守軍甚至拿出石頭 試圖砸下無人機 如今一年半過去 國防部都以明定SOP 反制小型無人機除了干擾槍 也可併用7.62公里以下清兵器 同時建置干擾系統 徵搜距離2到5公里內的無人機 要從根本找出問題 何況去年陸軍司令部 才透過無人機防禦系統計畫 採購5套遙控 無人機防禦系統 與優先配付外島的232把干擾槍 至今似乎沒能派上用舱 我們已經有一次已經有配發 已經有取得了 那這些反制無人機的裝置 也要讓第一線官兵知道如何去使用 知道使用的時機 或者是這一些裝備放在哪裡 喚醒一年多前的記憶 前線官兵重新繃緊神經 TVBS後方安慰 台北文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